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天最特别的是 从一大早开始 就有高达152个夜市的摊位 进驻在大家河滨公园区 希望能将台湾的在地好滋味 分享给花博的游客 在花博营运将近半年的时间 当中有许多的工作人员与职工参与 默默的付出 如今曲终人散 大多数人都感到不舍 今天是花博的最后一天 我真的是很舍不得 虽然是暂时没办法再进来这边 但是暑假期间 希望大家有时间能够来参观 谢谢 至于在闭幕当天 前来花博的游客 也是有感而发 那我觉得台北市以后应该要常常举办类似这样的活动 对 那我希望这些美丽的风景不会因为活动结束了就消失了 对 花博闭幕当天下午 除了有学校乐一队的表演与游行之外 更令人引颈期盼的莫过于晚间九点的烟火秀 14000多发的闭幕烟火 倒映在基隆河畔 看着是开幕烟火的三分钟精华版 为花博栽放最美丽最耀眼的据点 花博言语总部表示 14个展馆中 除了流行馆 其余的展馆都会留下 同时最热门的梦想馆 也将在今年暑假重新开放 预计展出一年 月天我是记者QC Studio 台北花博报道